这边我想证明Grain定理是怎么一回事 Grain定理我想证明一下 平面的Grain定理 项链里头的Grain定理它将说 我一个封闭的线积分 这个积分的方向 会配合面积分的方向 这边写成Px加上Qdy 这样一个封闭的线积分 我可以改写成面积分的形式 面积分的区域 跟这个线积分的区域有某种程度的关系 我先写完它 这边是写成Q对X的偏微分 解掉P对Y的偏微分 然后对X对Y做integration 我解释一下这个S跟C的关系 好 要有某种程度的搭配才可以 好 其实它是史托克定理的特例 好 S的话是我的定义域 这是我的定义域 好 然后C的话是我边界点的这些曲线 而且我刚刚有特别想调要逆时针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要从史托克定理来思考比较方便 史托克定理是这个问题的进阶版 他是说要用你的右手 让你的大拇指的方向代表面积的方向 握拳的方向代表曲线的方向 所以我要握拳一下 如果是逆时针的方向的话 面积的方向其实是Z的方向 因为坐标系统还有Z方向的坐标 XY那G的话是这样的方向 出来的方向 所以我必须要 让我的面积的方向跟这个曲线系的方向 遵守右手定则 好 来证看看 好 我要由右边证到左边 好 我们先看右边的相似 右边的相似 第一项的话是Q对X的偏微分 好 比X比Y 把它拆成两部分分别处理它 好 然后到底怎么做 这种所谓的XY两个变数的一个 integration呢 我们来研究一下 到底怎么做integration 好 图还是类似这个图啦 但是我画的时候稍微画规则一点 好 我现在要研究一下我积分的范围是什么 好 我积分的区域啊 我画成这样就好了 好 画这样就可以 好 我画成这样之后啊 我们这个双重积分啊 一定要把握一个原则 就是 外面的这个变数的积分啊 是一个固定的上下线 我一定是要固定的上下线给它 好 我把那个固定的上下线定一下 Y方向的 好 我这边叫做C 这边叫做D好了 好 好 是XY平面 好 对Y来说啊 它要从Y等于C 积分到Y等于D 我这边写成 Y等于C 积分到Y等于D 好 好 然后 对里面的X变数来说的话呢 好 对里面的变数X来说的话 我要让它从 这一个红色的线啊 积分到这边的黄色的线 好 好 那 它的意思 这双重积分的意思啊 我再解释一遍好了 好 它就取一个底Y 比如说我在Y方向取一个微小的这个变化量 底Y 给我一个底Y 好 然后我要看 它那个积分的范围就是要从 红色的部分 积分到黄色的部分 要积这一段 好 它要积分的这一段啊 它的范围是哪里到哪里呢 这个画好看 这个XYY的 好 这个它要X方向的 X方向积分哪里到哪里呢 好 我们说了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啊 叫做 X等于 Q over Y 好了 好 然后 这个位置啊 称作 X等于 P over Y 好了 好 所以 我们的这个双重积分里面啊 就可以这样 就可以这样定义啊 这个外面的部分是 Y从 积分到 Y等于 B 还有对X的积分可以抵消掉 好 抵消掉之后 这就可以改写成 里面的部分是Q啦 Q是XY的函数啊 好 然后 现在是把 X换成 P over Y 跟Q over Y 然后对Y变数做integration 好 再来 这个地方啊 我把那个 X换掉 所以写成 Y 从 C积分到 Y等于 P 然后里面的部分呢 好 Q里面的X换成 上限 好 减掉 Q里面的X换成 下限的P 好 然后再来想想看 这个到底又是什么 好 这个呢 我们就把它拆成 两部分来看 我们说 有一个是从 Y等于C 积分到Y等于B 好 积分的对象是 沿着 Q over Y 这条线啊 做一个积分 对Y变数做一个积分 另外一个的话是 沿着P这条线啊 做这个 线积分 沿着 这个Q 这个Q里面有P嘛 沿着P这条线 P over Y这条线啊 对Y变数做个线积分 好 然后 我还做一件事啊 我想把 基本上下线颠倒 基本上下线颠倒的时候 这边 这边需要变号了 我这改成B 这边改成C 好 这样子 好 那再研究一下 那个什么意思啊 好 他的意思就是 沿着Q这条线 Q在这边 沿着Q这条线 从C走到D 所以他这样上来 沿着黄色这部分的线啊 黄色是跟Y Q over Y有关的 沿着黄色这条线啊 从C走到D C在这边D在这边 从C走到D 再沿着红色的线啊 从D走到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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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就绕一圈了嘛 从 黄色的部分是C到D 红色的部分是D到C啊 所以刚好绕一圈 意思说 这个就是代表 封闭的线积分啊 沿着曲线C做逆时针方向的线积分 它是Q这个函数要对Y的数作限几分 好 再讨论另外一个一下 在上面好了 好 我们刚刚已经讨论其中一项 前面这一项 再讨论另外一项 好 在这个区域 好 右啦 这个双重积分里面啊 我们再讨论一下P对Y的维分会是什么 好 然后首先啊 我把那个积分的顺序对调一下 好 积分的顺序对调的话 这边先写对Y为分 积分啦 对Y积分啊 后面才是对X的integration 好 然后这个积分的方式啊 也是要画一个示意图来研究一下 我有一个区域 好 我要研究一下它那个积分的时候 怎么变化了 好 那对这个类型的积分的这个问题来说的话 我要去确定一下 它那个外层的积分 它是从哪里到哪里 我说A到B好了 好 对外层来说啊 它必须要有一个固定的范围了 X从A 好 积分到X的V 这我研究这个积分化的时候定义了A跟B X等于A跟X等于B 好 然后 然后 对里面的来说的话呢 好 好 我就要定义说 它是从这条线的地方 好 积分到红色的部分 好 好 或是想叠一个X 给我一个叠一个X 好 我要从我的范围 我的范围就是黄色到红色 我要从黄色的范围积分到红色的范围 这个G跟H好了 G over X 写F好了 F跟G 好 Y等于F over X 好 那红色的线啊 我把它表达成Y等于G over X 好 这个原则 我们用一下 好 当我给一个DX的时候 X的范围必须是A到B 但是里面的话呢 从Y等于F over X 好 积分到Y等于G over X 好 就这样一个概念 好 然后对Y的微分 对Y的积分抵消掉了 好 Y乘的是X等于A 积分到X等于B 那里面的部分是 P over XY 里面的Y要换掉 对不对 再上下线换掉 再乘Y等于F over X 跟Y等于G over X 好 然后对X变数做intervention 好 然后 好 继续要做整理 好 这边有些我就擦掉了 好 好 这边也不要 好 我们刚刚这个是什么来的 好 刚刚这个的话是 双重积分里面的地向 Q对X做微分之后 比X的以外这个 好 这个的话会得到这个结论 好 我们继续完成这边的讨论一下 好 带上线进来的话 变成 好 这边还是写成X等于A 积分到X等于B的位置 然后 我已经把Y换掉了 Y换成上线 好 再来 简调另外一个 那个是Y换成下线的部分 好 这个 P over X Y 但是Y换成F 好 然后再研究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 好 就沿着G of X这条线 红色这条线 就G of X 沿着红色这条线 从A走到V 从A走到V 所以这样走过来的 我希望它是逆死针的 所以我去颠倒前面这个 好了 好 我给它前面加一个符号 所以 基本的上下线要颠倒一下 X从B G分到X等于A 好 P over X G over X X 我刚刚有改前面这个的 基本的上下线 为的是要让它变成逆死针的方向 好 现在就是逆死针的 沿着G of X 红色这个就是G of X 从B走到A 从右边走到左边 沿着红色的线走过来 所以是逆死针的方向 好 再来的话是 黄色的部分有没有逆死针的方向 研究一下 F是黄色的 从A走到B 有了 这样走过来的话是逆死针 好 现在后面的部分不用改 好 那从刚刚的讨论 我们就晓得说 这是绕一圈的状况 有一个是 沿着红色的 这个曲线从B走到A 还有一个是黄色的 从A走到B 这样走一圈了 但是有一个符号要记得 好 历史针的方向 它是P比X 好 我们刚刚算的这两个 我把它结合一下 这叫第一个 这叫第二个 我让第一个解掉第二个 1解掉2 好 对第一个来说 我们刚刚是什么呢 好 刚刚是Q对X的微分 好 比X比Y 好 对第二个方程式来说 它的左半边 是P对Y微分 然后比X比Y 好 右半边呢 右半边 这个要减这个 就变成这个 加后面这个像字 好 所以是Q比Y 好 加上另外一个 P比X 减掉它就变加 后面这一项 好 这个再忙 这个像字 合并一下 所以这个就可以整理成 我们所要的那个 关系式的写法 好 左边的话就是 Q对X的偏微分 减掉P对Y的偏微分 比X比Y 桌面积分 另外一边的话是线积分的 封闭的线积分 好 底下这边我写成封闭的线积分 是历史证的方向 基本的对象是 我先写P比X 再写Q比Y 好 我证完了 以上是我对那个 Rin定理的一个 证明的一个说明 好 嗯 咱们 等我们再买 好了 我们再买